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明 你 小明 不许动 你被逮捕了 请放下武器 赶快投降 老实点 小明 我当坏人 你来当警察抓我好吗 不好 我马上就要打通关了 你 大头儿子快张嘴吃葡萄了 来 大头儿子 你怎么不张嘴揭葡萄 小明都玩了两个多小时的游戏了 还在玩 看来他爸爸说的没错 小明明显是上瘾了 我怎么喊他他都不听 怎么办 别着急 我们一定会帮助小明借掉游戏饮的 我有办法 围巨妈妈做的糕点 我要吃 等等 这是给小明的 先让小明吃一块 让他游戏和糕点二选一 小头爸爸真聪明 肯定能行 谢谢你小头爸爸 小明 猜猜我手里是什么东西 你猜猜看 打完了再猜 看 围巨妈妈亲自做的糕点可好吃了 谢谢你大头 坏了球没劲 先别玩了 大头 你别影响我玩游戏 太过分了 看来这个小明真上瘾了 我得好好想个办法 有了 大头儿子 我有了一个好办法 小明 小明 能听到吗 小明 我想让你帮我和小头爸爸拍一张照片 可以吗 可是我在 费不了多长时间 就一会儿 可以吗 好吧 小明 拍的真不错 小明 你就是未来的摄影家 小明 你拍的这么好 可以多给我们拍两张吗 我想把照片都洗出来 做一个小小的宝宝好 好吧 小明 帮我好好拍 看我的雷霆炸弹 小心一点 爸爸 小明怎么还不过来玩 我们玩点好玩的 吸引他过来好玩 好 比心灾乐祸 帅打乱 小明呢 小明 你去哪儿了 这下爸爸也没招了 我有主意了 小明 帮我把足球踢过来 踢过来 小明 你踢球真的很厉害 你教教我好吗 小明 快点来教教我吧 走 按照游戏里的经验 球星在这儿 那么脚应该在这儿 不过现实可比游戏里好玩多了 踢得真准 这么小的头都踢到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以后我要多多练习真正的足球是怎么踢的 太好了 小头爸爸 小明终于忘记打他那个破游戏了 你要记得这个教训 千万别当第二个小明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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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儿子回家了 大头儿子 大头儿子去哪儿了 小头爸爸 我在这儿呢 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跑了 连一点东西都没有 可把爸爸想 我就是去看看小白兔嘛 小头爸爸 想知道大头儿子跑哪儿去了 就买这个吧 大头儿子 大头儿子 走走看 吱吱响的鞋 太棒了 小头爸爸 这个鞋太好玩了 我喜欢 好 爸爸给你买 大头儿子 大头儿子在我身后 现在在左边 又跑到右边去了 现在大头儿子正在上楼 已经进到自己的房间了 真是太好了 我能确认孩子的行踪了 小头爸爸 我找到跳神了 真是太吵了 我得出去清静清静了 老鼠怕猫 哪是谣传 一只小猫 有啥好怕 小猫 坏了 小头爸爸一定能按上 小头爸爸 我的玩具坏了 小头爸爸去哪儿了 小头爸爸 围居妈妈 你知道小头爸爸他上哪里去了吗 小头爸爸 他 老鼠 真奇怪 围居妈妈连老鼠玩具都害怕 围居妈妈好胆小 当初都怪我考虑不全面 没想到能吱吱叫的邪情人这么吵 我太讨厌了 没错 不光太吵 而且那个声音还容易吸引小老鼠 简直太可怕了 现在咱们得想个办法让儿子放弃这双鞋 这样才能过上正常的日子 对 让吱吱声从咱们家消失 围居妈妈 家里现在是不是太安静了 对 好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吱吱声 大头儿子不会丢了吧 快去找 大头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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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儿子去哪儿了 哪儿都没有 我现在找找 这个大头儿子会去哪儿了 我找到了 大头儿子 叫他这么半天他都不答应 我抓到大头哥哥了 你都怪小头爸爸 要不然棉花汤绝对找不到我 我藏得好好的 都怪小头爸爸给暴露了 原来你们是在玩捉饼藏 对 每次我都能找到大头哥哥 都怪这只吱吱吱叫的鞋 我再也不穿它了 大头儿子 穿上原来的鞋就不会发出声音了 可是没有响声 我们就不知道儿子的行踪了 这的确是个问题 我知道你们担心我 我保证我以后不会乱跑的 要去哪里之前一定先告诉你们 现在我们去小公园玩捉饼藏吧 棉花糖 当然 好的 爸爸妈妈再见 我们走喽 大头儿子一下子变得懂事了 咱们的耳根子也清静了